那您这个妇理就是那个妇事站是一天二小时全方位的了 嗯,对的,对的 就像医院的,有什么事情,铃声一下,你马上就过去了 嗯,对的 老师,您好啊 您好 今年高瘦了 88 88 你在妇理院多少年了 一年15个月 你觉得这里好不好啊 好呀 你那个距离说一下怎么好啊 具体说好啊 怎么说一下好啊 我父亲 这位是你的父亲啊 对 那么从你儿子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你父亲在这里生活啊 这个养老 这个怎么样啊 觉得在这里养老 作为子女来讲 比较放心 一个呢 这里一个护理比较到位 而且有医护人员都比较专业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作为老人啊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 家里面 住家里面作为家属来讲也不太放心 感觉家属也好 病人也好 家属 那个患者也好 我作为父亲也好 都比较开心的 住的呢 吃的也比较干净 还有一个它属于分餐制 所以呢 比较适合 做的饭菜呢 也比较适合老年龄吃的 我刚刚 也这么巧了 我刚采访了你的父亲啊 我没想到你这个儿子过来了 那么 这里的收费怎么样了 收费嘛 应该讲 我走过好几个护理院 这里的收费呢 应该相比其他的护理院要便宜一点 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包括护理 包括吃饭 对对对 包括肠胃 对对对 全包括 那么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了 性价比 应该讲相当可以 目前来讲相当可以 我刚才听说你母亲也是这个养老院 是吧 妇理院是吧 我父亲母亲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做了功课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跑了好几家护理院 感觉这里呢 硬件也好 软件也好 服务也好 都比较 比较到位的 那么这个护理院 能不能刷医保 医药可以的 医药的是刷医保 护理的 护理部门不行 自费的 你选了这个护理院 就觉得这里的 性价比比较高 对对 价钱 就是同等的服务 价钱相当是低一点 对对对 同等的服务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优惠 那你父母亲坐在这里安心吗 非常安心 我每次 每个星期 都来一次 他们都问他们吃的好吗 他们说吃的可以 住的好吗 他们也说住的也可以 空调没二十四小时都有 父母要讲他住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一年半了 那么在家里面 居家养老也可以啊 在家里面请一个 护工也行啊 家里护工 有一个最大的 那个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 医护人员 进行 护理 这里呢 医护人员都是24小时的 而且 那个那个床头都有 那个安邻 一按他们就来了 响应的比较快 那个在家里面 假如有什么 生病啊 感冒啊 因为现在病毒比较多 一感冒马上要送 送医院 所以呢 就是对家族来讲 也不太方便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还有一个 你在家里面 你可以搞一个 那个监控 或怎么样 但感觉还是不太方便 作为人家那个 护理的人员 感觉也 也感觉不太舒服 好像24小时都给你肩负了 那么从价格来讲 他们也不便宜 对 基本上都在 这个 7000左右 住家的话也在7000左右 我是全方位都 了解过 家里面的两个老人 你要烧他吃 要给他睡 还要给他洗澡 作为 我们子女来讲 还是做起来也不专业 还要上班 还有其他的 自己的 都成家了 如果说 如果说在家里面的话 你的后勤工作忙了 因为照顾 过来 所以 放在这里 你就安心 小鸭 小鸭 家属啊 把老人啊 把父母亲放在这里 这全靠你们了呀 对的 相说久了 真的就感觉 就跟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 那您这个 那个副理就那个副食膳是一天二十时全方位的了 嗯 对的对的 就像医院的有什么事情 铃声一下 你马上就过去了 嗯 对的 听说 老人发火怎么办啊 嗯 老人发火了 有的时候 那我们得哄了 因为好好哄他 哄他开心啊 转音他方向 好好开心 哄他开心 因为老了一个年纪大了 因为可能身体有病 发火的事情会经常发生的 对对对我们就联络就是能发生的 但是得哄他 对哄他转音方向叫他不发火啊 叫心情好啊 有的就是说了这个 这个副理院的那个副工啊 对老人怎么怎么不好 你这里会有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经历没有 我们经历没有 从来没有过 你问我们 你要不信我们 我们经历老人家 他每个人都被他开心 我们经历都没有 你要不信 你问我们老人都是的 我们老人看自己 他都讲 他开心 没有 不称赞 那是你不称赞的 他还说 打老人骂老人 没有 不称赞 你看来了以后 就看到一村